中秋廉假首日 台東赴港漁港一早就出現大量人潮 渡船口外更是擠爆了 从港口排到后方的计程车招呼处 满满都是人 游客拖着行李箱大包小包 戴上墨镜遮羊帽在艳阳下等候 等着排队搭船 要去绿岛好好度假 中秋廉假报复性人潮出楼 绿岛饭店民宿住宿率高达8成 客轮业者9号就出动32艘船班 要载运往返台东绿岛的游客 观光客都跑到离岛 相信之下台东知名的拍照景点 加入蓝风景区受到气流影响 天空雾茫茫 人数相对减少许多 访问三年半过后 像明天的话可能人潮会比较多 中秋廉假天气晴 台东涌现旅游人潮 抓紧秋高气爽的美好假期 记者 班正前 吴一璇台东采访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